最近有些事情可以聽到 最近國家對於前海又好像有新政策 我不知道你是否收到風 你的消息很靈通 9月7日中央政府公布全面深發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 和橫琴月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 提出擴大前海合作區總面積8倍 亦指出多項措施 包括提升國家金融業對外開放試驗示範窗口 和跨境人民幣對業務創新試驗區功能 支持將國家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政策措施 在前海合作區落地實施 在香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 人民幣跨境使用 外匯管理便利化等領域先行先試 方案亦提出引進港澳及國際知名大學 開展高水平合作辦學 建設港澳青年教育培訓基地 其實聽了你剛才說的那麼多 你自己的看法 其實似乎機遇都應該不小 但還是要回到題目 但前海大灣區發展得如何都好 其實關我們本來有甚麼事? 對香港保育業的機遇 香港政府將全力爭取 讓香港保育業盡快在大灣區內地城市 設立保育售後服務中心 為持有香港保單的香港澳門國內的客戶 提供諮詢理賠和全方位的支援 我們亦會爭取早日對經過港珠澳大橋 進行廣東行駛香港車輛保險實施 等效先營的政策 將跨境車輛香港保險投保責任保險 擴大到內地第三者責任保險 視為等同於他們在內地買了機動車交強險 深化擴大內地香港金融業互聯互通 我們亦努力推進跨境理財通的準備工作 以加快落實計劃 讓我們香港澳門大灣區九個城市 希望可以在大灣區投資區內銷售的理財賺品 以滿足居住的理財需要 聽了Andy剛才的資訊及他的意見 其實我聽到一些簡單一點 現在國內的政策就是 他們很想在金融領域發展大灣區 而我們聽到香港政府的政策 其實都會完全配合 知道關於我們保險從業員市 其實應該會盡快或落實 我們可以在國內開一些服務點 各方面的事情 如果聽完這裏就真是老老實實 我聽到也很開心 看來第一時間應該要補國語才行 還是要多謝Andy 今天帶了這麼多寶貴的資訊 以及他的意見給我們 不要客氣 很高興今天成為這個節目的嘉賓 Daniel 你可否給我一分鐘賣廣告 賣廣告?一分鐘? 真的一分鐘就好 過一分鐘就好 好 大家要記錄下一個日子 就是11月23日 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 保險大灣區日 LUAGBA Day 身為保險大灣區日的籌委會主席 當然想借一個機會去介紹一下這個活動 而活動中有一個整天的座談會 裡面會有政府官員、行業服務委員會 一起去搞這個活動 剛才也說了很多的政策 會是怎樣打算 作為一個保險從業員 關我什麼事這句說話 就是關事了 你怎樣可以透過一些方法 可以在大灣區擴展到你的業務 11月23日 其實我們在下半部分裡面會有 包括你現在在香港賣保險的公司 就是用Facebook IG 你知不知道國內其實用什麼呢 Tip Hop 小紅書 我們也會請到自媒體的創辦人 直接教你們 好了 還有香港和國內的法例都會不同 我們也會請到一個發商高手 去教大家怎樣透過兩地的法例 可以令到客戶來香港賣保險 好的 再一次多謝Andy 因為我們今集的寶寶和你吹吹風 其實已經到尾聲了 首先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麻煩大家可以訂閱、點讚 以及分享我們的保險頻道 來到這裡Andy 不如我們跟大家說再見了好嗎 好的 拜拜